天賓 hello,大家好!我是魔玩!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進行組裝模型的系列開箱 看到我們的溫神鋼彈 沒有錯啦! 大家期待依舊我們Full Mechanics最新推出的侵略鋼彈 魔王終於是運用這幾天 好不容易趕工也完成了 今天趕快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的話魔王就先拿一下這次的外盒 其實這次的盒裝也變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就是在這邊 看一下拍攝的角度可以看到 這次的外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已經逼近到我們NG系列的大小 最主要跟我們上次的溫神鋼彈 其實也是在於背部這個背包的差距 所以在外盒的部分才會變得如此的龐大 那也算是很有誠意啦 魔王記得上一次的溫神鋼彈 官方的定價好像是在1150塊錢左右 這一次的侵略鋼彈雖然外盒是變得比較大一些 但是定價的部分也是在1100-1200塊錢左右 魔王這次並沒有用預購的方式 而是以現貨的方式直接購買 所以價錢的部分還是比較高是在1250塊 外盒這次推出其實就沒有出現任何砍單的情況啦 各家到貨的數量都是非常非常的齊全 那也就不會像上一次的溫神鋼彈 在剛開賣的時候呢 出現部分的砍單變成說 當時如果也要以現貨來進行購買 可能就要花到1500甚至是1600塊 才有機會入手 那這一次的話大家也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當然啦還是要回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其實魔王要老實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呢 魔王一開始是沒有打算要來入手這支侵略鋼彈 最主要啦還是在於這個臉部的外型設計是沒有到很吸引魔王 以往的鋼彈系列呢 其實可以發現靠近臉部、嘴巴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是不會有做任何的機關 可是呢在我們的侵略鋼彈呢 其實就是做一個比較獨特方式的設計 是以這種機槍的砲口方式呢 設計在嘴巴的這個地方 可是呢 對於魔王來說啦 每次看到這個機體就會覺得 他好像是在吐舌頭的這種感覺 所以啦 整體看起來來說呢 就不像是外觀上面呈現的這麼樣的帥氣 最後啦 魔王這邊還是選擇入手 一方面是因為魔王自己的強迫症啦 畢竟都已經收了溫神鋼彈 還是想要把這個三小牆的機體呢 給一次收起 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這一次的重點啦 在我們Fore Mechanic的侵略鋼彈呢 是會有一個可變形的架構 那搭配我們的溫神鋼彈呢 一起擺設就可以呈現動畫當中所出現的一些姿勢 也是非常非常的吸引魔王 那也因為呢 這一次是有加入這種可變形的架構 變成說呢 其實在整體的組裝部分來說 會比較困難一些 影片的後面啦 魔王再來詳細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看到這個外盒的部分 盒裝側邊 這邊還是有一個機體的基本展現 另外的話呢 這次在武器的部分呢 是有附贈一個專屬的支架 當然就可以搭配武器啊 以及這個變形之後的樣式呢 一起來進行使用 另外在一些動作上面的展現啊 以及這些細節的部分呢 還是有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另外一個側邊 這邊就有一些姿勢的展現 那另外呢 有一個可變形的架構 這次的變形方式其實也算蠻容易的啦 基本上把它擺倒呢 再把一些角度上面做一些調整就完成了 所以主要最主要啦 還是要搭配我們的溫神鋼彈呢 才可以做到動畫當中呢 所出現的效果 外盒的部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在這邊呢 大家還是比較期待 直接看到我們的本體 魔王也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開箱來看一下吧 那我很玩不膩啦 相信很多的觀眾是已經猜到了 魔王這次呢 也是已經組裝完成了 所以就沒有把它放在盒裝內部 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以這個尺寸來說呢 感覺是沒有到很巨大 盒裝的部分啦 會設計到這麼的龐大 其實最主要也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後面 飛行背包 這個飛行翅膀的部分 所以啦 在這個盒裝尺寸呢 才會有一個明顯的差距 這邊的話 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魔王的製作方式 一樣是用宿主 有上墨線 最後呢 再上這個半光澤的保護漆 來進行這個定色的動作 最主要也因為 推出在我們這個Full Mechanic的系列 所以在整體的外觀啊 這些刻線的部分又有重新設計 並且說呢 在一些細節部分啊 細節的強調呢 就會更加的凸顯出 這個機身上面的架構 雖然不像我們MG系列 是有一個完整的骨架架構 但是以外觀的設計來說 魔王個人認為是不會輸給我們MG的系列 可是啦 這一次在組裝的過程呢 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魔王個人推測啦 可能也是在於 這一次的說明書講解 是沒有到很清楚很明確的 並且說有特定某幾個零件呢 在組裝的過程 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有組錯又或者是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我要印象比較深刻的 好像是在組身體的這個部分啦 有幾個特定零件呢 說明書這邊的寫法是很簡單的 可是事實上啦 在組裝的過程 還是要稍微變換一下角度呢 才有辦法給卡進去 那這個地方呢 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如果你在組裝的過程呢 絕對有哪個零件 好像是卡不太進去了 千萬不要硬壓的方式呢 把它給壓進去 稍微變換一下角度呢 再把它卡進去 還是比較安全一些啦 這次的架構呢 其實跟我們的瘟神鋼彈 還是非常非常的相近 有部分零件 甚至是使用相同的板件 一起來進行組裝 這次在盒組內部呢 還是有部分的剩餘零件 是不會用到的 其實關節可動 像是手肘以及膝蓋 這個部分不用多說之外 那最主要啦 在我們這個肩關節的部分呢 一樣是有一個往外延伸的設計 這次上面的擺設呢 當然你就可以更加的多樣化 當然有優點就有缺點啦 像是這個往外延伸的關節 其實呢也是很容易出現這個軟手的情況 磨岸組裝完成都還沒有擺設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內部的這個關節啦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辦法緊密的貼在身體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呢都會出現往外延伸的這個問題 說此之外啦 這次最大最大的看點呢 當然還是在於這個變形的機關 這次的組裝架構會比較困難呢 其實也是在於這個部分啦 也因為有很多的零件啊 像是身體啊 脖子這個地方 都是有一些機關呢 要來進行設計的 變成說呢 在組裝上面 也就會比我們的溫神鋼帶來的更加複雜 變形的話呢 磨岸這邊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的話呢 先把我們這個頭部給往上 沒有錯 這次的脖子關節處呢 是有特別設計的 頭部這邊呢 這樣就可以抬到比較高的這個角度 擺設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是我們左右肩甲這個部分 這次的肩甲呢 一樣是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那我們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那部呢 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砲管 稍微把它往上推之後 讓砲管肉出來 那我們這邊呢 肩關節的部分 就先把它往下壓 固定到定點之後呢 再把我們這一個砲管呢 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稍微調整之後呢 讓這邊可動部分有來進行對齊呢 當然就可以把我們這一個外蓋給蓋回去 這樣子呢 就算是完成一邊的變形 兩側的變形方式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接下來的話呢 轉到我們背部的這個地方 就往這邊呢 一樣是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稍微把它給往外推一下 就可以看到呢 內部是有這個架構呢 給呈現出來 這邊的話呢 角度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在搬動的時候呢 還是要小心一些 這樣子的話呢 就算是完成了一邊的變形 左右兩側呢 都是使用相同的變形方式 稍微往外拉一下 那卡到定點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這種cut的這種感覺 完全展開的樣式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的尺寸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稍微調亮一些 可以看到腳部內部的關節 那我們稍微把它往下壓 變成是在下面 卡到下面的這個位置呢 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來就要把我們左右兩側 後面的這個零件呢 給往前 稍微調整一下角度 往前的話呢 繞過身上 稍微到胸前的這個位置 那再把我們這邊的卡口呢 給往下 稍微調整一下 OK 這樣子呢 就算完成了 那另外一邊呢 也是用相同的方式來進行調整 最後在腿部這邊的變形呢 摩昂這邊稍微調亮一些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後面這個推進器 給往下推 稍微推了一下之後呢 那這邊的膝關節稍微微彎 微彎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發現 前面的這一塊呢 也就會出現一個簡易的連動 像是這個樣子 OK 這樣子呢 有出現變形之後 接下來再把我們這個腳掌的部分呢 給往下壓 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的話 再把我們這個推進器的部分呢 給回到原位 OK 那這樣子呢 就完成腿部的變形 所有兩側的變形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最後完成之後呢 千萬要注意 內部這邊呢 還是有一個小小的卡口 在正中間的這個地方 還是要把我們雙腿呢 給合併 稍微固定一下 OK 合併之後 其實也就算是完成我們這個變形之後 飛行器的這個樣式 接下來再把武器呢 卡在正中間的這個位置 固定好之後呢 這邊再安裝另外一個專屬的零件 這邊的話 就可以搭配地台來進行一個簡易的應用 最主要在盒裝內部呢 還有一個這個小小的零件 稍微把它給固定一下 完成之後 最後的話 再搭配我們這個盒裝內部 所附贈的這個透明支架 但是我們變形完成後的機體呢 就可以直接擺在桌上 當然啦 要來搭配我們的溫神鋼彈呢 這邊還需要盒裝內部的另外兩個零件 也就是長這個樣子 使用這個零件呢 把它固定在飛行背包的左右兩側 這邊呢 各有一個小小的卡口 組裝好之後可以看到這樣子搭配起來是真的很帥氣 不過啦 官方這邊呢 還是有特別的建議啦 如果呢 你想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擺設 最好還是要準備一個支架呢 來進行固定 從後面的地方呢 來進行固定還是比較安全一些 畢竟啦 官方這邊只附贈這種單支的支架 出現這個斷裂的問題 還是比較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以這樣的姿勢來進行擺設的話 這個部分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最後的最後啦 在武器的部分呢 其實還是有一個很大的看點 這次的流行槌呢 除了設計很細緻之外 它還是有一個簡單的機關 稍微把它往外拉 這邊的話呢 其實可以看到啦 沒有錯 內部的話 一樣是使用這種鐵線的方式來進行設計的 搭配我們的地台呢 剛剛大家看到這個透明地台 其實另外呢 還是有附上這個專屬的支架 穿上去固定好之後 接下來呢 上方再接上剛剛的這塊零件 組裝好之後呢 當然就可以搭配流行槌來一起擺出不同的姿勢 呈現的效果呢 其實也是在空中飛舞的這種感覺 搭配我們的侵略鋼彈啦 當然就可以呈現出不同的攻擊型態 這樣子的設計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如果你這邊呢 想要把這個線收起來的話 只要轉動呢 左右兩側的這個機關呢 其實就可以慢慢的把線給收回去 這邊轉動的過程還是會比較緊一些啦 畢竟是屬於這個鐵線 會有一些角度上面的限制 轉動的話 還是慢慢轉為主啦 千萬不要轉的太大力 最後的話呢 再稍微把它往內推 OK固定完成之後呢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這次的這個武器的設計是真的很有特色啦 搭配出鐵線呢 也可以達到不同的效果 好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玩也就不再多說了 直接拍攝一些細節的展示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進畫面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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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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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這次的製作時間啦 摩安大概是花了三個多禮拜的空檔時間 其實已經算是很快速了啦 上一次來跟大家分享的NG德姆 摩安就是花了兩到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才組裝完成 最主要啦 摩安其實呢 還是會把這些湯口的部分呢 給處理的比較細緻一些 所以所花費的時間呢 就會比較長一些 摩安前幾天呢 也是趕工趕到12點多一點多呢 趕快把它組裝完成 今天呢就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體的製作難度啦 其實不會到太過於困難 但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這次的合作呢 一樣是附贈這樣子的透明貼紙 並不是附贈所謂的水貼 在黏貼的過程啦 有一些比較邊邊角角的地方 還是要經過筆刀來進行些微的裁切 整體看起來啦 才不會出現任何的痕跡 不然呢 其實也算是蠻影響整體的美觀效果 這個部分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如果你有想要來黏貼貼紙的話 還是要經過些微的裁切 看起來才會比較漂亮一些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也算是把欠大家很久的侵略鋼彈呢 給組裝完畢了 不然的話啦 摩安一樣呢 也會再持續跟大家分享 不一樣的玩具系列 又或者是組裝模型的系列 我是摩安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